据媒体报道,我军77集团军防空旅已经装备了新型防空飞弹,但按照这款飞弹曝光的外形和规格来看,这种防空飞弹很可能是之前测试的红旗16C型飞弹。 按照这款飞弹的技术来看,红旗16C射程已经达到了70千米以上,拦截速度超过5马赫,能够轻松拦截绝大多数普通目标,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进行反导。 唯一缺陷就是反导难度确实略大,只能拦截中短程的弹道飞弹,而红旗16C对接的无疑是空军的红旗9和S400,而红旗16C还可以轻松跟随装甲突击部队执行野战防空任务,相对于其他拦截系统,无疑还要更出色一些,这也是我陆军目前拦截能力最强的机动防空装备,红旗9和S400类都归属空军。 红旗16C看似射程仅有70千米,但实际上比起其他国家同类的防空飞弹都要出色的多,有不少防空飞弹虽然号称拥有70乃至100千米的射程,但大多数都是动力射程,即只能拦截大型轰炸机这种目标,无法拦截飞弹等机动性极高的飞行器, 而红旗16C不但可以轻松做到全射程拦截,还能拦截高机动目标,即使是在拦截速度极快的弹道飞弹,红旗16C也可以轻松做到40千米以上拦截距离, 这就是我陆军的最大资本,虽然在作战能力上比起红旗9和红旗22有差距,但实际上就作战对象而言,红旗16C对于我陆军来说比红旗9和红旗22还重要,红旗9很难追随集团军靠前部署, 最多只能提前部署或者保证整个战区防空,红旗16C除了部署在轮式战车上以外,还可以部署在履带式底盘上,跟随装甲部队执行作战任务的红旗16C也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野战防空系统,甚至比美国装备的PIC-3还要出色一些,红旗16C除了在陆基部署以外,也已经开始在海基的054A岁开始部署, 054A的作战能力本来就不算差,装备了红旗16V和新型雷达后已经可以执行一定程度上的区域防空任务了,054A此次改进以后,区域防空能力已经不亚于不少小国家的海基主力防空舰了,至少从拦截距离和拦截能力看, 这款护卫舰已经超过了法国海军的地平线和德国海军的F-124,与俄罗斯海军22350基本上在同一水准, 红旗16C未来必然会被新一代的一坑四弹型飞弹取代, 在性能接近的情况下,尺寸可以缩小两倍左右,在一个发射舱内就可以携带四枚,在机动能力,部署难度不变的情况下,拦截能力可以提高四倍, 同样,届时054B这种护卫舰在装备了小盾以后,实际上的区域防空水平已经接近了早期的052C以及一部分的阿利伯克型, 战斗力相当出色,红旗16C对于我军的意义自然是不一般的,而随着大量红旗16C的部署, 我军的作战能力必然还会提高一节,除了红旗16C以外,还有红旗17,PGZ-09等一系列防空系统, 这些装备的意义自然是不一般的,图为F-35战斗机,近日,据媒体报道, 洛马公司为韩国生产的第一架F-35战机已经完成了,即将交付韩国军方, 对此,韩国方面对F-35战机大家吹捧,表示歼10战机在与F-35的对抗中注定要落败, 难道歼10真的完全被F-35碾压吗? 然而有军事专家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专家怒对道,歼10与F-35到了战场上, 究竟鹿死水手还真不一定,这主要取得于一件事,那就是歼10能否发现F-35, 目前中国最先进的歼10C战机甚至有能力对抗F-22,对付F-35还不是小菜一碟, 得知这个真相后,国人都大为振奋,此时有人就会质疑了, 三代机就是三代机,怎么可能与领先他一整代的F-35战斗机做抗衡呢? 其实说到这点我们就要指正这个观点了,对于四代机和三代机, 专家给出的结论是其在性能方面的差异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导致, 一个是四代机广泛装备有矢量尾亨,提高其操纵性能, 另一个就是四代机所具备的隐身性能,图为坚实战斗机, 而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固然大,但是也不是不能弥补的, 例如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就被誉为最向四代机的三代机, 排除航电和飞控方面的劣势,而坚实战斗机与F-35战斗机之间的差距应该也不是无法弥补的, 首先就是我国在飞控的领域已经做到与欧美国家齐头并进的地步了, 所以说只要有硬体支持,我国就可以编写出世界一流的飞控为其装备, 其次就是在隐身性能方面,F-35战斗机本身就是在原有的四代机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设计的一款战斗机, 其技术指标等等都是按照四代的来,所以在隐身性能方面绝对是没得说的, 而我国的歼10战斗机是按照三代机设计的,指标也不如F-35战斗机, 可是据专家分析,最新的歼10D战斗机在隐身性能方面得到了突破, 虽然因为平台所限,所以其中究还是与F-35有一定差距歼10战斗机机头特写, 其次就是在矢量发动机的优势方面,装备了F-135发动机和矢量喷管的F-35战斗机, 在各种情况下的机动性都较之三代机有极大的提升, 可是我国的歼10战斗机也不是吃素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歼10就曾经爆出过装备矢量发动机进行测试的消息, 而到了现在,国产矢量发动机都准备投产的阶段, 似乎双方的差距就变得不那么大了, 所以说虽然F-35战斗机因为其指标和设计理念较之歼10战斗机领先一代, 可是在配合适当的改装的情况下, 坚持战斗机在某些层面有不逊于F-35战斗机的表现, 而具体坚持战斗机性能会如何呢? 就让我们在今年的航展上揭晓吧。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约多国籍结重兵, 出动大批战机以及包括航母在内的舰队, 在挪威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对俄罗斯形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受北约的鼓舞, 一些非北约成员国也按捺不住自己, 自是北约撑腰,也用军事手段来威慑俄罗斯, 比如,乌克兰,参考消息11月2日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 乌克兰军队在克里米亚边境地区连续发动军事挑衅, 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报道称,乌克兰军队仅在于克里米亚接壤的赫尔松州就连续多日进行军事演习, 发射了多枚飞弹,演习在黑海的公海海域, 还将从11月1日延续到11月4日,并同时关闭领空, 对于自己的挑衅行为,乌克兰便解称, 演习符合所有国际法规定,不会对周边目标产生威胁, 对此俄罗斯方面很大方地回复称, 相信乌克兰的演习没有威胁, 因为乌克兰军队根本不具有威胁性, 这句大实话真的扎心了,不过这也是事实, 当年俄罗斯军队闪电班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 与当地乌克兰驻军形成了奇特的关系, 那就是俄军将乌军堵在军营里, 乌军将俄军挡在营门外, 不过乌军不怎么敢惹俄军, 但面对东乌克兰地方武装, 乌克兰军队却很嚣张, 顿涅茨克武装的高级军官近日对媒体表示, 仅仅是上周, 防空部队就已经击落了乌克兰政府军至少5架无人机, 顿涅茨克武装组织发言人表示, 乌克兰政府军的无人机携带了燃烧弹, 目标是针对民用设施而不是军用设施, 事实上, 美国一直都在鼓动乌克兰政府对东乌地方政府下手, 这样可以刺激俄罗斯进一步介入乌克兰内战, 让欧洲更加忌惮俄罗斯, 以方便控制欧洲, 但乌克兰政府其实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绝不会在欧盟和北约没有接纳自己的情况下, 贸然对东乌下手, 因为乔治亚就曾经被北约坑得巨惨, 乌克兰政府虽然脑子缺根心, 但也不傻, 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就等于没有任何安全承诺和保障, 哪怕美军现在F-15正在乌克兰演习, 但是乌克兰也明白, 一旦发生什么问题, 美军跑得比飞弹还快, 所以, 正如俄罗斯专家们所言, 乌克兰虽然在克里米亚边境进行实弹射击, 军事挑衅, 但是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威胁, 一来是因为他们不敢危险, 二来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算不上威胁, 10月30日, 英国美日快报刊文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军方发起, 环球雷霆, 核演习, 引发紧张局势, 文章称, 随着美军方环球雷霆2019指挥和控制演习的启动, 使国际紧张局势升级, 这项年度性训练演习旨在评估美国战略司令部所有任务区域, 特别关注西方的核战备, 以遏制, 定位, 并在必要时避免对美国齐齐盟国的战略攻击, 来自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丹麦和韩国的部队人员也参加了今年的演习,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说, 这些演习将我们独特的能力整合到联合部队中, 以阻止战略威胁并捍卫国家安全, 老美在欧洲和西太两个方向, 同时对两个竞争关系的大国采取全领域的遏制打压, 以至于严重影响到国际安全格局的稳定, 而频繁的退群造成对国际安全框架的冲击, 被认为将促成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 特朗普已经宣布要重启太空军的建设, 这可能是时隔几十年后新版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 太空军被认为是拥有领先技术的高效威慑打击资源, 并有可能因此把竞争对手拖入军备竞赛漩涡, 只是在该计划曝光后, 美国海空军展开了又一轮向国会的领域,